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 跟大家说说一个话题 爱情是什么样子 每一次啊 在爱情面前我们都会愉悦又止 而每一次在爱情面前我们都会抽搐迷茫着 迷茫着要怎样才可以给自己 给别人 给爱情最好一个解释 每个人呢 都会在自己彷徨的时候 迷茫的时候 去思考着我们要的是什么 也可以说用最完美的理由来说服自己 接受它 亦或者是说放弃它 我们大家都知道爱情永远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 我们都在想这也是个难题 永远的难题 谁都无法把它解释的这个过程 以一种步骤的形式来清晰的分解和计算出来 爱情呢 就是不会让我们轻而易举的驾驭它 给了我们模糊的样子 让我们在它的圈套里面 若苦 若甜 若酸 若辣 就是爱情呢 这一辈子 这一路所教会我们的是什么 谁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知道 而别人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怀旧着 怀旧着以往我们经历过的 我们总在路上走走停停 回首一段又一段 而总是流连于过去 流连那些我们过去输去的爱情 回忆不是一个好习惯 我们需要让在自己学会前行的过程当中 更应该学会什么叫做遗忘 什么叫做放下 我们偶尔会惦记着一个身影 想念着一个怀抱 离去的眼神 沉默的嘴唇 上失了温度的手 可是那个人他还在吗 他还有在留恋着你吗 所以每一个人潇洒地离开 给他一个最后的那个坦然的微笑的时候 告诉他 也告诉自己 当我们自己潇洒地离开的时候 放弃的虽然是幸福 虽然是错过 但是也是为了更好的开始 爱情到底长着什么样的模样 让人这么迷恋 深陷 想要抓 却水中抓不住呢 但是当一个人心死了 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柔情蜜语 而最后 剩下的就是我们高傲的心 和我们优雅的唇 以及毫无温度的身体 对于爱情 我们一无所有 而我们拥有的 只是那个踏实而坚信的那份心态 你要去相信 爱情才会来临 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每一个人 说我不再相信爱情了 那么到爱情来临的时候 你也会错过它 要告诉自己不断地 忘记了爱情的样子 我们选择快乐的随风而快乐着生活 爱或者不爱 留或者不留 都由我们自己选择 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想要的 是一个人不如两个人的生活 非常感谢大家 此时此刻的收听 如果还想要听我电台的呢 别忘了 点下我的关注 谢谢大家 麻烦大家帮我点赞 转发 我就喊起 你们的电台主播 谢谢 谢谢